今日话题 欢迎收听有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今日话题 昨天晚上进行了金球奖的颁奖典礼 因为这个金球奖是在一个特殊的情况之下 就是疫情情况之下来举行 所以颁奖典礼和以往的任何一些都不一样 这个是基本上全部是网上进行的 虚拟进行的 当然现场也有一些稀少的观众 而这些观众都不是以前我们所熟悉的 这种什么大牌的明星名人之类的 都是从第一线请来的医护人员坐在现场 给他们一些叫做特殊的待遇 因为他们在现场因为他们的工作 所以使更多的人可以安全的在家里面 所以昨天的这个金球奖 当然现在的收视率还没有出来 我不知道最终的这个到底有多少人观看 但是昨天反正是我这有史以来看的最短的这一次 昨天这个几大特色 首先就是两个主持人是在美国的纽约和洛杉矶两个地方 尽管技术上他们试图做一个合成 其中包括主持人Tina Faye把手伸过去去摸Amy Poehler 但是这一个举动显然没有成功 我觉得从技术上做这个处理一方面没有必要 原因是大家都知道你们俩人一个人在纽约 一个在洛杉矶 还不如就发挥阳长臂短发挥这一点 就强调我们两个在不同的地方 这个也没什么太大的必要 再加上昨天有技术的故障 不停的有技术的故障 第一个奖就有技术故障 第一个就是最佳男配角奖 那是发给了一个电影 是讲黑豹的电影 就是叫Judah Black Messiah 叫犹大和黑人救世主 这个讲的是当年在芝加哥美国的黑豹 他的负责人Fred Thompson被联邦调查局杀害 这件事情 英国演员是Daniel Kaluuya扮演Fred Hampton这个人 结果他得奖了 得奖了以后他就开始讲话 20秒钟没有声音 给他颁奖的Laura Dern 站在那里非常的尴尬 也不知道说什么 然后镜头照到其他几个提名的人 大家也是面带着一种很尴尬的笑容 然后最后20秒钟之后他才出来 本来要把它切掉了 说换了 第一个奖就出现这个问题 没有声音 然后接下来后来也有什么断断续续的 信号不好什么这种问题 这是一个 还有就是说 我们在展开今天的主题之前 还要强调一个东西 就是今年的金曲奖特别的不一样 除了疫情以外它是一个道歉之旅 这个之前我们也知道 首先是由美国的媒体洛杉矶时报发难 洛杉矶时报在金曲奖之前大篇的报道 是揭发性的报道 就是说这里面有成员卖他们的门票了 拿人家的东西了 然后拒绝别人加入了 然后并不是都是记者了 然后他们特别的一个小圈子 然后背后讨论的时候他们怎么拍桌子 他们之间不共戴天 这87个人有些人跟有些人 然后什么人代表什么国家的混乱 就是洛杉矶时报这个报道 算是美国媒体再一次的发力 因为它是揭露性的报道 所以重要的一点是洛杉矶时报指出 过去人们不知道 原来这87个人里面一个黑人都没有 所以这个给金曲奖蒙上了巨大的阴影 以至于在昨天晚上颁奖的时候 从一开始的A.B. Pollard和Tina Faye两个人 到后来的一些上台的明星 到获得终身成就奖的Jane Fonda 到美国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的主席 副主席秘书长三个人站在那儿 开始了一个叫道歉之旅 不停地在那儿道歉 对不起 对不起 当然没有说这个三个字 他一说我们听到了你们的声音 我们不够多元 我们下次你看着 我们一定会让更多的少数族裔 代表进入他 你放心 你看着吧 我们一定要这样做 就是带着这种 所以我们看到的就是疫情 技术故障和整体的过程中的道歉 以及媒体的发力和这个机构的多元的意识 但是当然昨天最辉煌的是最佳导演讲和最佳影片讲说的是戏剧类 那个是大大的给华人争光了 对 华人的导演赵婷 他所导演的那个叫游牧 他叫无一之地 无一之地 对 有人翻成是游牧什么 游牧 游牧之家 我看到比较多的是无一之地 无一之地 就是No Man Land 顺便再说一下 就是实际上昨天之前 就是在颁奖之前 实际上 就是好莱坞外国记者协会 就是主办金球奖 颁奖的这个组织 他们已经有很多的压力了 所以他们在这种压力之下 他们就安排的比如说最先宣布的几个奖项 和颁奖人全是黑人 然后颁奖人也是黑人 获奖的人也是黑人 实际上 你说它是巧合吗 我不相信完全是巧合 我觉得是这样 就是说洛杉矶时报 把这一个组织的一些内幕接出来的时候 我觉得他们已经选完了 就是投票投完了 因为你瞧马上都要颁奖 还没投他是谁 这不太可能吧 对 好 我觉得不是洛杉矶时报这个文章 让他们评委改了他们的投票 这么说吧 对 我不敢这么说 但是至少 有一点什么可以证明呢 为什么洛杉矶时报要揭发它呢 有一点证明就是它提名的电影 戏剧类和喜剧类 一个黑人电影都没有 对 那个时候 提名的时候还没有 对 但是提名以后 洛杉矶时报就已经挖出来了 所以这个在投票当时就是谁得奖的时候呢 我觉得可能有点影响 原因是什么呢 原因是这样子的 第一是我不相信完全都是巧合 就是颁奖的人也是黑人 然后得奖的一开始的也都是黑人 这是第一 第二呢 在这个整个的颁奖典礼结束之后 美国的叫做导演工会啊 他发表一个声明 这个声明上是说 叫做装饰性的点缀的这种做法 是不行的 是不能 是不够的 他就是说 你们组织里头这个叫做 整体文化方面 实际上是关闭了这个 就是种族之间的对话的这个窗口 原因就是你一个黑人的这个成员都没有的话 这个是叫做结构性的问题 这个必须要从结构上来解决 我相信马上就会解决 所以他们的包容性不够啊 这个肯定也会解决 除了就是不同族裔的人之外 包括黑人 那其他的女性什么的 可能也都要这个进入到整个的这个会员当中去 所以在下次明年再看的话 可能不是83个87个投票的人了 可能变130人了 说不准 所以这个呢是昨天 对比较比较大的 或者比较引人注目的这么一个东西 就是没有黑人在里边 所以呢 这个这个实际上在几年之前 在奥斯卡就已经说了 太白太白 所以奥斯卡呢 做了一些这个调整和修改 而且有硬性的规定 剧组里边必须要多少人 至少苏独一啊什么的 这都有具体规定了 然后必须要这样子 你达到这个标准 我才可以提名你作为最佳电影 否则的话 你连提名的门槛都达不到 所以呢 为了这个东西 很多的涉事主 不光 当然他不是说完全是演员 就是包括涉事主的其他的成员 在里边 他都要有这个 有一定的比例在里头 那可能金球奖的这个外国记者协会 恐怕以后也会做这个规定 对 那么昨天的金球奖尽管有种种的事先的问题 颁奖的问题 但是必须得承认他还是历史性的 历史性有很多的原因 就是他是有史以来 有金球奖以来第一次有这么多的女性导演 被提名 再也没有过 就是前无古人 当然肯定是后有来者了 这也是一个 再有一个呢 就是对于移民的关注 就是韩国导演 李 Isaac Chung 他的应该是美国导演 他是韩国人 但是他生在美国 他的那个Minaru这个电影呢 获得了最佳外语片的提名 这个也有一点争议和奖 不是提名 是获奖 是因为这个电影 其实本来是可以获得最佳影片的 最佳影片提名 最佳影片提名的 但是因为他里面的一些技术的原因 就是百分之多少 是讲外语啊等等 被排除在外 这个呢 事后 制片方啊 还有导演什么 他们其实也有些说法 之前有些说法 这个是讲一个韩国家庭的移民经历 这个等一下给大家稍微讲一下这个电影 因为受到很多的关注 当然今天的节目最主要的重点 是要把一个叫赵婷的 38岁的华裔女导演介绍给大家 那么听了今天的节目以后 你会对这个人物有相对来说比较多的了解 欢迎去收听 由中讯和高宁委尼主持的今日话题 这段时间给大家讲的是 昨天进行的这个金球奖的颁奖典礼 因为在疫情期间去年基本上电影院都没开 所以呢 今年的这个颁奖典礼呢 再加上疫情期间又是一个网上进行的 全虚拟的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这个整个的情况呢 就引起人们的关注吧 因为在历史上 这还是第一次做这样的颁奖 那么在这个最佳影片的五部电影当中呢 十部电影吧 十部吧 说实话我只看了一个 只看了一部这个芝加哥七人审判 那个这是因为补课在周末的时候看了一场 那其实在这个之前 我就上网去看一下影评啊 看一下这个一般的评论啊 就认为说至少在五部戏剧类的电影当中呢 有两部因为他们的题材的问题不够 大概是不够重大吧 所以像The Father和这个Mank这两个呢 基本上就已经被剃出去了 也就是说从艺术上讲 他们可能是可以提名 但是获奖的话 还是这个就是提材的重大的这个 这个程度上 或者是这个 还稍微差了 欠缺一点 于是先把他们提出去 剩下那就是《Promising Young Woman》 这部片子如果要是被选中是最佳影片的话呢 这是会让人有点稍微吃惊的啊 这么一部电影 尽管它可能很好看 但是在这个和其他的两部电影 就是《No Man Land》和那个《Trial of Chicago 7》 稍微就是比起来的 它的这个就是比重啊 稍微还是差一点 这后来两部电影呢 就是刚才说的那个《芝加哥亲人审判》和《No Man Land》 《游牧国》 这两个电影呢 它反映一些社会的 反映一些社会的重大问题啊 所以呢 尤其是那个《芝加哥》那个审判 我看了以后 哎呀突然发现 很棒 第一是很棒 第二是尽管它是发生在968年的事 但是它和今天又有很多相似的地方 肯定的 对 现在1月6号冲击国会 那时候那些反战组织是到芝加哥去干嘛呢 要在那个民主党的全国代表大会的门前 要举行示威游行 所以和现在的这个事情呢 特别的相关性特别强 但是他们是反战啊 不是反民主党 对 那个是反战 所以呢 原来我我在认为 因为我其他电影都没看 所以我在看了这部 《芝加哥的亲人审判》之后呢 我以为这部电影 获奖的呼声会比较大 可能性会很高 但是昨天还是由那个赵婷所导演的那个 《无一之地》 《无一之地》呢 他获得了这个最佳影片 《无一之地》那个《一》是依靠的一 对 因为就是你知道这个nomadland它是一种 nomad就是游牧民族 游牧民族嘛 对 所以呢就是无一的就是他没有居无定所的 这种人就是 古代的时候咱们说游牧民族像什么 蒙古的这些游牧民族就是竹水 就是儿居嘛 就是赶着牛羊啊什么的 一个地方一个地方的游牧 那现在的情况呢 在美国居然有这样的一群老年人 一般都是年纪比较大或者是快退休的这些人 他们的生活状况 很快回顾一下呢 就是他的那个音乐喜剧类呢给了Borat 这个就不再多讲了 Borat呢他是之前一个电影的续集 就是Sasha Cohen这个英国有演员 犹太极的演员呢 他扮演成一个哥萨克斯坦的记者 然后跑到美国采访 所以他是一个半纪录片半搞笑 这么一个 然后其中恶搞了两个人 一个是美国的前副总统Pence 因为Pence不是号称是虔称的基督徒 说他绝对不会跟一个女性单独在一个房间里 所以他恶搞了他一下 他从哥萨克斯坦弄了一个女孩子 那个演员不是哥萨克斯坦 但是东欧来的女演员 扛在肩上送给Pence 恶搞了这么一个 另外就是恶搞了一下朱利安尼 恶搞朱利安尼那一幕呢非常的成功 因为是偷拍的 他用这个东欧来的记者 年轻漂亮的女孩子来访问朱利安尼 朱利安尼上当了 真的来了 进到一个酒店里 然后呢 这个时候这个女孩子说 我们可不可以进到旁边的房间里 那当然当记者在 假的记者在拍这个女孩子访问朱利安尼的时候 那个朱利安尼知道 因为在架着灯光架着摄影机 尽管这个访问是假的 但是朱利安尼不知道嘛 就拍 但是进到旁边房间里的时候 没有摄影机了 所有的摄影队的人 灯光是都在外面的 但是他不知道的是 朱利安尼不知道的是呢 朱利安尼这个演员 他藏在一个角落里面 他们看不到他 他藏在后面 然后这个墙上放了一个隐形摄影头 这个朱利安尼不知道 然后躺在床上把手伸在裤子里 什么解开那个拉链呢 这些你知道弄得很糗 像这个女孩子要电话号码呀 手摸呀什么这种 被拍下来弄得很糗 然后当然后后来 他在宝连一看情况不对 他冲出来了 他从他藏的那地方冲出来了 等等等等吧 是一个搞笑的电影 但是显然它是一个反川的这么一个题材了 他得了那个喜剧和音乐类的最佳电影奖 刚才说的 A Promising Young Woman 这是一个惊悚电影 这个可能是就从他的娱乐的角度来讲 是这个十个电影里面最好看的 是不是高宁我还得提醒你 你还看了汉密尔顿 对 所以你不是看了一个 从娱乐的角度 所谓的娱乐 我这里特指的就是好看 这个角度上讲呢 A Promising Young Woman 一个虔诚似锦的女孩子 这个电影是最强的 她的娱乐性 因为她有 巨大的惊悚和悬念的 就是一个女孩子 为她的好朋友被强暴 而进行的一系列的报复 这个特别的惊险 特别的好看 而且设计的也很巧妙 然后呢 芝加哥的《欺人审判》呢 很棒的一个电影 这个娱乐性相对来说也比较强 因为它有大量的法庭戏 那个法庭戏 从法官到辩护律师 到其中那个黑豹党的领袖 就是伊洛的那个 Fred Hampton 你不是看他坐在那 嘴上还蒙了布什么之类的 他就是刚才我说的那个 Judas and Black Messiah 刚才说就是得奖的 就是说等于这个历史人物出现了两次 他在另一个电影里也是出现 就是后来在芝加哥《欺人审判》 也看到他后来被安杀了 被联邦调查局给安杀了 然后最后就是《无一之地》 《无一之地》呢 是我们今天今日话题的重点 他的导演Chloe Zhao 也是我们要重点要介绍的 那么最后呢 是由Michael Douglas 夫妻二人上台 宣布最佳影片 戏剧类的得奖 然后他是夫妻二人一起说的 Nomadland 两个人一起喊叫 然后通过视频 因为都是用Zoom嘛 通过视频我们看到的是 我的老乡 北京人赵婷 他在非常的开心 这个人呢 你看他的那个样子 就是一个我们叫做北方丫头 那种感觉 大大咧咧的感觉 然后呢 他就发表了一个感言 我们很快的稍微来听一下 Thank you Hollywood Foreign Prize And thank you my fellow nominees Thank you for making beautiful beautiful movies This award belongs to the whole Nomadland team The entire cast and crew All the producers Everyone search like You all know who you are Thank you Thank you so much 这一段他是感谢他的家人 感谢制片人 他说只有他的家人的帮助下呢 他可以能够保持精神正常的生活 但是接下来呢 他引用了一个人的话 Who shared their stories with us And I asked one of them Bob Boyle to help me out here And this is what he said about compassion compassion is the breakdown of all the barriers between us A heart-to-heart bonding Your pain is my pain It's mingled and shared between us Now this is why I fell in love With making movies And telling stories Because he gave us a chance To laugh and cry together And he gave us a chance To learn from each other And to have more compassion for each other So thank you Everyone who made it possible For me to do what I love Thank you very much 他在这里面提到了一个叫做Bob Wells的人 那稍等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Bob Wells是谁 以及如果你对这个电影很好奇的话呢 有一些 有一些东西可能得稍微提醒你一下 就是说这个电影未必是你想象的那样的一个电影 同时呢 也利用这个机会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来自于北京的年轻的导演 非常有前途的一个导演赵婷 欢迎你去收听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金融话题 这个昨天在金球奖当中获得最佳导演的赵婷啊 是北京姑娘 她这个从小的时候呢就有比较叛逆的性格吧 她的父亲呢是这个中国大概最早的工业化改革当中 这个浪肠当中的比较成功的人士之一 她是曾经担任首钢的那个总经理嘛 后来呢她就从事房地产投资啊开发呀什么的 这方面的这个事业 所以在事业方面呢是非常成功的一个人士 那母亲是医院里边的工作人员 但是她父母亲呢后来离婚了 所以呢她小的时候呢 等于是在这样的一个家庭当中长大的 那么后来她的爸爸和那个中国的著名的喜剧演员宋丹丹结婚 所以据她所说是她是从小看着宋丹丹的喜剧长大的 电视上这女的怎么成我妈了 对是这么个情况 但是呢她是14岁的时候 当然在这个之前呢她喜欢过各种各样的东西 一个女孩子喜欢过这个漫画呀 喜欢过Michael Jackson啊 喜欢过汪家贵的那个春光炸蟹啊什么的 她那个时候看来就已经对电影啊 尤其是比较细腻这种拍摄方法和这个独特的题材的这些电影呢 她就有她就有这个这方面的共鸣啊 所以呢 14岁的时候她开始了她人生当中的长途的旅程啊 就是说恨不得从那个时候她离开北京到英国去读书 后来转转又到美国来念书之后 基本上就在海外生活了 所以呢她实际上从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开始独立 这个在海外读书了 14岁当然在英国她是住的寄宿学校 然后学习 后来呢就到了美国就在洛杉矶 高中的时候好像是在洛杉矶读的 然后2000年的时候呢 她好像是2000年 她是据她说是她是这个变成成年人 长大的这个蜕变的一年 很重要的一年 就是说一个人她总是要寻找自己生活的方向 而作为她这样的一个大大烈烈的这么一个女孩子 可以从荧幕上也可以看到 她是那种不太讲究化妆啊 而且长期的在野外工作晒得黑黑的 是这么一个挺有干劲的 看上去很外向的 这么一种女孩子 所以她呢就是有一种可能你感觉到她是特别有追求 而且想干什么干什么 而且她的这种胆量很大 感觉是一个很自信很有胆量的这么一个亚洲的女性 那刚才说到她对电影的爱好 她就专门的提到了春光乍蟹这个电影 你这你没看过吧应该 这我没看过 这是同性恋电影 她讲的张国荣和梁朝伟 两个人在南美洲 两个人的一段恋情 赵婷对王家卫的春光乍蟹这个电影的喜欢 到了宗教的程度 什么程度 就是首先看的多少遍已经数不清了 她说每一次她在拍电影以前 接到一个项目或者在创作一个项目以前 她说这个如宗教仪式一般 先得把这电影看一遍 看完以后咱们再去拍电影去 所以这个电影在她生活中起的很大的作用 后来呢她辗转来到美国以后 去著名的电影学院 纽约电影学NYU 这个是大导演的摇篮 在那里呢遇到了名师 黑人导演Spike Lee Spike Lee当然是获奖无数 而且呢这一次的2021年的金球奖当中 人们说对她的最大的不公平 就是她的那个著名的电影 Dafy Blood 这个电影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名 所以这也是指责金球奖当中 没有黑人是因为这么优秀的一个电影 讲越南战争之后的这么一个 几个老兵回去的这么一个故事 居然没有得到任何的提名 她遇到Spike Lee呢 她说这个人为什么特别好一个老师 就是她从来不会隐晦自己对你的批评 她不会说你电影不怎么样 你的作业做不怎么样 还在那夸奖你 她往往是一针见血 你知道人遇到这样的老师 进步最快 因为她站得比你高嘛 她一语道破你的问题的话 你啪啪啪的 如果你写了个什么东西 说什么都好好好 你就不会有很大的进步 所以在纽约电影学院期间呢 她的生活有两大改变 一个是遇到名师 然后她呢开始认真的对电影进行思考和探索 另外就是遇到了她 后来对她贡献巨大的那个英国年轻人Richards 就是后来变成她男朋友 两个人现在生活在一起 她的前三部电影包括《无一之地》 都是这个英国的男青年做摄影师 他们在纽约是同学 所以两个人呢 志同道合都喜欢 去什么南达克达州 就是美国这个开阔的旷野 所以他们两个人的组合 又大大的推动了她的电影视野 第一年在学校里边 学了很多的电影方面的知识 但是呢她说在纽约啊 要找一个拍摄电影的地方 是非常困难的 而且她说她可能也做不到 于是第二年的时候呢 她花了相当一部分时间 回到中国大陆去了 在北京接触到一些 叫做非演员的这些 非专业演员的 但是她认为说是极有潜力 可以进入到电影里头的这些人 然后呢她就发现 她说我赵婷是一个创作性的导演 她可以自己写剧本 所以呢她突然发现说 她说我啊必须要跟人接触 要有真实的生活的经验 我才能写出我的东西来 有的人她可以一个人关在房间里头 在旅馆里头可以 凭着想象力和过去的这个生活经历 天马行空的想象 然后可以写出剧本 她说我不是这样的人 我必须要和这些真实的人打交道 有了他们的这个经历 然后在有我自己的人生的感悟之后 我才能写出剧本 所以她第二年是在中国大陆 过了很长时间 然后了解到这个情况 第三年她就开始 马上要拍毕业作品了 要写毕业论文了 这时候呢她就深入到那个 达克塔州去了 就是去印第安人的这个保护区啊 去当地的一些地方啊 然后就开始寻找自己的创作灵感了 那个时候呢 她完成了她那个作业 她当时啊 受张艺谋一个电影叫做 《大红灯笼高高挂》的影响 因为《大红灯笼高高挂》 大家如果看过的话 会记得这个电影 这是一个拍摄的非常精致的电影 它没有宏大的场面 基本上是在个大院子里面 而且灯光啊 什么摄影啊 都是非常的讲究 漂漂亮亮的这么一个 绝对的是 当时中国一线的演员 演的 龚立啊 马精武啊等等这些演员 后来呢 她发现这个路子不适合她 她开始用刚才说的非专业演员 这个时候她觉得 她有一个算是顿悟 她说非专业演员啊 虽然不会演戏 但是 如果你让她就演她 往往会有奇效 这个呢 在后来的《无一之地》里面 得到了完美的证明 也就是说 你不能让高宁去演一个煤矿工人 对不对 可是你让高宁就演一个广播电台主持人 你就是演他自己从事的行业 他不需要太多准备啊 你知道演员有一个惯例叫做所谓体验生活 对不对 你不需要体验生活 你这位子都在干这个 所以他后来呢 挑选演员的就是 我这个戏要讲谁的故事 讲什么人的故事 我就让那个人演 他的那个电影《骑手》或者叫骑士 《骑手》就是这样啊 没有专业演员 他演的是在美国的西北部这些地方一些驯马的人 这些驯马的人呢 他们的生活 他们的面临的挑战 以及受了伤以后 有的时候是摊在轮椅上面 一辈子就摊在轮椅上面 和对大自然的一些思索 和人和大自然的关系 他有一个独特的角度 他说当我来到美国这个西北部的时候 看到这一望无际的 比如说是平原也好 或者是看远方的山川也好 和这个风土人情啊 他说我有一个独特的视角 这个独特的视角是什么呢 我是个外国人 他去什么南达克达什么这个 他是唯一的一个中国人 整个的在乡村里 乡村里接触没有一个中国人 他这个独特的视角就是 我对这个地方的观察 是当地的人没有的角度 是美国其他州的人没有的角度 是白人没有的角度 是黑人没有的角度 是一个几千里以外的 一个北京女性的角度 我把这个角度融在这个电影里 结果他这个Rider呢 一举获奖进入到各个大的影展 后来呢 在2017年还是16年的时候 进到了加拿大的著名的 多伦多电影节 那么他的命运由此改变 因为那一年呢 在多伦多电影节上放映了 另外一个电影叫三块看板 三块看板的女主角呢 是Francis McDormand 这个是一个女权主义者 好莱坞著名的女权主义者 同时呢 也是一个极具实力的演员 德国奥斯卡奖 他利用空闲的时间 跑出了那个记者会 偷偷地去看了一下赵婷的这个电影 The Rider 骑士 他说头三分钟他就被拿住了 被这个电影彻底地吸引了 电影完了以后 他就说我要认识这个导演赵婷 来给我安排一下 他在哪儿 我们来认识一下 至于说他认识了赵婷 会有什么用 他当时还不知道 两个人就见面了 这一见面不得了 欢迎去收听 由中讯和高宁为你主持的金融话题 著名的这个华人导演 叫做赵婷 赵婷呢 他刚才说了 他的这个歧视 The Rider这个电影 在多伦多的电影节当中 就引起人们的关注了 因为从有一些制片人 或者是演员的角度 或者说是导演的角度来看 他们更看得出 这个人的才华在哪儿 这个人拍摄的手法是什么地方 你比如说南韩的导演冯俊浩 他就是特别推崇这部电影 他认为说 他那个时候看了赵婷 那个寄生虫的导演 去年也是奥斯卡最最佳影片 对的那个导演 韩国的一个导演 他当时看了这个The Rider 这部电影之后 他就已经把赵婷归类到 那个未来20年将会改变 美国电影的或者说是整个世界电影的这么一个新星导演 归类到这一类了 这个评价非常高 前总统奥巴马看了这个电影之后 把这个电影列为他最喜欢的电影的那个年度清单当中 例如这个 所以还有这个影评人是好评如潮 对这个电影都觉得很好 那刚才说的那个Francis McDormand 就是三块看板的那个女主角 他呢看了这个电影之后觉得 哇这个电影简直是让他怦然心动 心动 然后他必须要见到这个赵婷 两人想要聊聊看看以后能不能够有这个 应该说是合作的机会吧 对那么在那次会面的时候呢 Francis McDormand就意识到 他下一个电影有了导演了 他那个时候呢很有先见之名 他把美国的一个女记者 Jessica Bruder 一本书的版权 买下来了 就是电影拍摄版权 那个书的名字就叫Nomadland 就叫无一之地 就是游牧之乡 我们执意是这样的 那个书呢不是一个小说 它是记录着美国有这么一群人 就是他们呢由于生活所迫 到最后就只剩下退休金了 身边也没有什么太多的亲人了 他们选择了一种游牧生活 就是他们一辈子呢 就想在一辆车里面度过了 在余生的这个当中呢 在这样度过 于是他们就开到什么亚利桑那呀 开到犹太呀等等 就是美国有这么一些沙漠的地带啊 给这些人开辟了一个居住区 你开到那去以后 你可以在那安营扎寨 然后这个里面呢就成了一个族群 我们试想一下 如果你是一个这样的一个人 你拿着微博的退休金 你的全部的家当就在一辆车上了 你甚至失去了老公作为一个女性 因为这个电影里反映的那个 Francis McDormand演的那个人物 Fern 对不对 就是一个女性 老公也没有了 工作也没有了 房子也没有了 你生活在这群人里 你是不是觉得你身边的这群人 就是你的亲人啊 你们是不是相依为命啊 所以这些人在一起啊 他们的关系就有一个特别凝固起来的 这么一种强大的力量 因为他们是一个共同的志向 同时也互相依靠 才能生存在这儿 这个电影讲的就是这个 那刚才他说的这个Bob Wells 刚才我们之前上一段播放的 赵婷在这段录音呢 他很高兴我得了奖啊什么 他说请允许我引用Bob Wells的一段话 来表示我的心情 这个Bob Wells呢是这么说的 他说同情是打破人类间一切障碍的 重要的东西 同情可以使人心心相连 你的痛苦就是我的痛苦 痛苦分散在我们中间 不分你我 我们共同分担 这个Bob Wells是谁呢 是真人 他就是这个电影里 他演谁呢 他演Bob Wells 他演他自己 你到YouTube上去看 他有大量的视频 他就是这个叫做 住在车里的这个运动 或者以车为家的这个运动的发起人之一 他是这个居住地的一个主要的负责人 他有很大的魅力和呼唤力 所以很多人凝聚在他的身边 这个电影呢叫做Docudrama 就是记录故事片 里面的人呢都是 Jessica Bruder那个书里面采访的那些真人 都不是专业的演员 只有Francis Moderna和那个另外一个男演员 他们两个是专业的 其他都是挑的 就是真人演他们自己 基本上是这样了 那么他反映的一种生活就是叫做 Not Homeless But Houseless 这里讲一下就是我们不是无家可归 我们只是没有房子 但是这里要给大家提醒一句 这个电影它的娱乐性 绝对不是你所期待的 也就是说我听过一些人告诉我 这个看不下去 因为这个电影 它除了讲无家可归也好 或者无房子也好 它还讲另外 它要强调一个东西 就是没有情节 这个电影 这是一个基本上没有情节的电影 真的像一个纪录片一样 跟着这么一个无家可归 就是没有房子 失去老公 失去房子的这一位女性 跟着她一路走 然后她遇到了谁 她怎么在生活 然后她生活当中出现了哪一些有可能的转机 但是她没有接受 然后她的钱是从哪里来的 她住在一个车里 她这个上厕所怎么办 跟踪她的这种生活 当时我就预测在金球奖之前 我就预测她会得奖 原因我知道为什么评委会喜欢这个电影 因为传递的强烈的一个信息 就是Bob Wells在这个电影里 他所说的叫做Tyranny of the Dollar 就是我们都生活在一个暴君的统治之下 这个暴君的名字叫Dollar 叫美元 那么怎么摆脱美元 怎么能够过上一个自己追求的生活 这个Fern主人公就做了这个决定 但是同时也是一个很无奈的决定 因为2008年的经济危机 剥夺了她的房子 剥夺了她的收入 甚至带走了她的老公 而且她的社区变成一座空城了 大家什么法派屋啊 什么各方面的东西 所以失去工作 然后又失去了居住的这个地方 所以她就开始把东西等于是清理完了之后 就开着车上路 他们等于是过着叫做游牧的生活 打零工啊 有的时候到农田里头去挖甜菜 有的时候他们还拍了一幕 是到Amazon的仓库里面去帮人家去做零工去 就是这种季节性的东西 所以这一拨人 实际上是有他们自己的独特的生活方式的 他说是有两种 他在这个电影当中 其实也后来接受采访的时候 他说发现是有两种人 一种人是被逼无奈 在这种情况之下被迫上路 但是他们希望有一天可以 有足够的经济的财力之后 最好还有一个稳定的家 这是一方面 但另外一部分人 他们就觉得他们生来就是属于这种生活的 就是愿意在这个车上 在这个不断的改变自己的居住场所的这种环境当中去生活的 那他自己是说他是属于那种需要有家的人 但是他说偶尔在家里头待的时间长了 我也希望到外面去走走 所以实际上一般的人他都有这样的情节 就是说希望有个固定的家 但是又希望时不时的可以接触大自然 到那个外边去看一看去走一走 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之下 他说这两种人的心情我都可以理解 他们的情节我都可以知道 所以你必须要跟这些人住在一起生活在一起 久了以后你才能知道他们真实的内心的这种感受 对 种种迹象表明 他的这个电影有可能一路杀到奥斯卡了 可能就把奥斯卡给斩获了 那如果真是这样的话 他就又创造了一个第一 因为现在拿了金球奖 是美国历史上首次一个亚裔的女性获得最佳导演奖 他的电影获得最佳影片 之前男的有2006年的时候 李安因为他的断北山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这是金球奖了 奥斯卡奖也是最佳导演奖 所以男的已经有了 但女的他拿掉 但如果他如果把奥斯卡也拿下来的话 那个就创造了所有的第一了 就一个华人的或者亚裔的女性 又是金球奖 又是奥斯卡奖 一路拿到手软了 不过呢 这顺便也告诉大家 接下来他可能有很长时间 不会再拍这种比较艺术的电影了 因为呢 他早已被好莱坞的一些大的电影公司签约 他已经完成了一个 就是动漫大片已经完成 现在正在拍下一个 就是他现在呢 已经正式的进入到好莱坞这个系统当中呢 去拍动漫影片了 那种就是超级英雄 超级英雄几亿美元的那种大片了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